一个女人到了中年,又被爱人背叛是什么感觉呢? 这部法国篇,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故事。 中年女人在网上遇见真爱, 她们的爱情始于颜值,始于虚拟。 然而,她没有想到的是, 这段爱情竟然会导致她们迈入死亡的深渊。 克莱尔在四十多岁的时候,丈夫出轨, 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远走高飞了。 克莱尔独自抚养两个儿子, 很长一段时间,克莱尔都伤心欲绝,郁郁寡欢。 然而,满腹才华的她,自有她独特的迷人气质。 虽然年老色衰,她也仍旧有人追求。 找到新的爱人,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很快,她便和一个年轻男人鲁多恋爱了。 鲁多年轻又有活力,克莱尔和她在一起很是开心, 或许是与丈夫的暗自较劲, 她也故意找了一个小她很多岁的男朋友。 他们一起生活非常亲密。 克莱尔沉迷在这段爱情里,很是快乐。 当她以为两人会这样一起生活很久时, 鲁多忽然不那么高兴了。 她不再和克莱尔出去约会, 也不在意克莱尔的心情变化, 甚至还直接问她, 你该怎样向你的儿子们介绍我, 我几乎和他们一样打。 随后,她决绝地丢下了一句, 电话联系,便讨厌式地离开了。 克莱尔又陷入了悲伤和自卑的情绪, 她将自己在感情上的失败全部归结于她的年龄。 她像一个不安事事的小女孩一样, 还傻傻地等着鲁多的电话。 上课时, 她漫不经心, 完全被坏情绪所淹没, 年纪是她无法逾越的痛。 鲁多没有再打来电话, 克莱尔仍旧不死心, 她主动给鲁多打过去了, 然而电话却是鲁多的朋友艾利克斯接的。 克莱尔听到鲁多在那头说, 自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, 让朋友谎称自己不在。 克莱尔心中气愤, 还非常固执地让鲁多接电话, 换来的却是一阵忙碘, 于是, 她准备在社交网站上了解更多关于鲁多的事情。 她注册了一个账号, 鬼使神差下, 她突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, 既然在真实世界里不能逾越年龄, 那么索性就在网上编造一个全新的自己。 她把自己捏造成了一个24岁的时尚女郎, 启明克拉拉, 还在主页上放了几张美女的照片。 做完这些, 她很满意, 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鲁多的线索, 很快她就发现了鲁多的好朋友艾利克斯的账号, 她刚一点进去就被里面的照片所吸引。 艾利克斯是一个摄影师, 她非常有天赋, 拍的照片都堪称艺术品, 克莱尔忍不住将她的照片全部看了一遍还点了赞, 看着上面一幅幅年轻美丽的面孔, 她微笑了起来,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男人才能拍出这么美好的东西呢? 夜深人静, 她又忍不住打开了电脑, 没想到却收到了艾利克斯的私信, 她再也没有了睡意, 开始和她聊了起来, 她谎称自己是一个时尚行业的实习生, 看着照片上年轻帅气的艾利克斯, 她嘴角不断露出笑容, 沉溺在自己幻想的爱情故事里, 这天之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, 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和艾利克斯聊天, 甚至连孩子们的功课都没有心思教了, 做什么都心不在焉, 时不时就拿起电脑等待艾利克斯的信息, 看到消息也是秒回, 过马路时, 吃饭时, 睡觉时, 不管白天黑夜都是这样, 网络世界不像现实世界, 她本身就充斥着谎言, 人们也愿意相信自己假想出来的完美表象, 克莱尔乐在其中, 她不仅会和艾利克斯聊天时, 露出女孩般娇羞的笑容, 就连在讲课时, 频频想起她, 行为举止完全不像一个中年女人, 艾利克斯也在克莱尔编制的表象下沉迷了, 她想和克莱尔有进一步的交流, 于是, 她向克莱尔要了照片, 克莱尔很紧张, 她又找了一张美女的照片发了过去, 随后, 艾利克斯的电话就打来了, 克莱尔忐忑不安地接了起来, 生怕暴露了什么, 没想到, 艾利克斯却很直接, 夸她的声音好听, 说她的声音听起来都不像24岁, 她还玩笑般地问她, 该不会是未成年吧, 克莱尔背她的话逗笑了, 心里是安纳不住的欣喜, 因为自己真实的一部分终于被认可了, 她开心极了, 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, 她只想把这个谎言编造得更完美, 她自欺欺人地认为, 克莱尔是喜欢自己的声音, 思想和话语, 这就是真实的自己, 她还是很有魅力的, 但是, 这份欣喜并没有带给她很多的自信, 事实上, 如果给艾利克斯发了自己真实照片, 她甚至不会多看自己一眼, 她想就这样演下去, 借着网链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, 他们互换了电话, 克莱尔还从柜子里找出了一个自己很久没用的手机, 用来和她联系, 从今以后, 不管是在上课, 还是在过马路, 只要有提示, 克莱尔便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来看, 他们还经常通电话, 克莱尔尽量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有趣, 神秘的人, 网链就是这样, 我知道你是个帅哥, 而你不知道我的年龄其实和你的母亲差不多大, 克莱尔喜欢这样的恋爱方式, 果然, 恋爱也能让人返老还童, 他每天都很开心, 气色也变好了很多, 一次交流聚会上, 他见到了前夫, 前夫惊讶于他的变化, 严谨的学术界聚会上, 他跳起了火辣的舞蹈, 周围的人纷纷侧目, 就连前夫也禁不住多往他身上看几眼, 从派对上出来之后, 他又接到了埃里克斯的电话, 他钻进车里和埃里克斯进行着亲密的对话, 他们以语言为感情的催化剂, 神秘感和想象让他们的大脑更加兴奋, 就这样, 寂寞的克莱尔体会到了久违的快乐, 但是埃里克斯不想解线于此, 他提出见面, 克莱尔很慌张, 他怎么能以这样的样子去见埃里克斯呢? 不仅是埃里克斯会大失所望, 就连他自己也会无地自容的, 面对埃里克斯的紧逼, 他不得不编造出一个个谎言, 保持着自己的神秘感, 为了留住埃里克斯的心, 他又给他发了一段舞蹈视频, 里面的女孩儿青春耀眼, 克莱尔想象着那就是自己, 脑补着各种场面, 眼看两人已经坠入爱河, 克莱尔也问出了那句几乎所有女人都会问的话, 如果我老了, 你还会要我吗? 其他女人问的都是假设, 但他问的却是事实, 克莱尔回答说, 很可能会啊, 我们还有完整的人生, 他这番话是真心实意的, 谁不想和爱人一起相伴到老呢?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, 自己的恋人已经先自己一步迈入了50岁,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拖久, 忽然有一天, 埃里克斯提出了要和克莱尔一起去旅行, 克莱尔心神不宁, 说自己怕埃里克斯会失望, 他没有答应, 但随后, 埃里克斯变得越来越急切了, 他甚至直接来到了克莱尔所在的城市, 克莱尔慌忙跑去见他, 却只敢在远处观望, 埃里克斯扑了个空, 他再也忍受不了, 克莱尔这种欲情故纵的恋爱方式了, 他受够了, 克莱尔也意识到了, 自己再也隐瞒不下去了, 他在电话里谎称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, 埃里克斯很气愤, 质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, 他像白痴一样等了他几个月, 就换来了这个结果, 但他好像完全迷失了, 几天后, 他又给克莱尔发去了短信, 说自己将会再来一次, 如果他愿意见自己就来, 克莱尔暗示去了火车站, 他一直看着埃里克斯, 两人擦肩而过, 但是埃里克斯始终没有认出克莱尔, 也是, 克莱尔网站上的照片都不是他自己的, 在埃里克斯心目中, 和他网恋的完全是另一个女人, 这段爱情里, 克莱尔究竟算什么呢? 克莱尔发送的所有照片, 都是自己侄女卡迪亚的, 卡迪亚小的时候父母双亡, 被克莱尔带回家收养, 他把卡迪亚当成自己的女儿, 照顾得无微不至, 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和侄女, 在朝夕相处之下, 竟然产生了感情, 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孩, 和一段二十年的婚姻, 丈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, 丈夫出轨, 而对象就是养在自己家里面的侄女, 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承受不住, 克莱尔甚至都不知道,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段关系,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, 所以, 他才从侄女的社交账号上, 拿了那么多照片, 他嫉妒卡迪亚的年轻美貌, 还嫉妒他抢走了自己的幸福, 他想取代卡迪亚, 找回属于自己的一切, 然而这一切不过只是他的意想罢了, 谎言编造得再完美, 也终究要破灭, 火车站里, 克莱尔跟着艾里克斯坐上了一辆公交车, 他不停地看向艾里克斯, 想着能多看他几眼, 他们之间只是一场白日梦, 梦醒了, 一切都将化作虚无, 后来, 他给艾里克斯发出短信, 说自己要结婚了, 他还要跟着未婚夫一起去巴西生活, 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, 随后, 克莱尔发现艾里克斯的社交账号注销了, 两人就这样失去了联系, 艾里克斯彻底消失在了克莱尔的生活中, 一段时间之后, 克莱尔还是放不下艾里克斯, 他约了鲁多, 迫切地想要知道艾里克斯的下落, 然而, 没等克莱尔套鲁多的话, 鲁多就主动提起了艾里克斯的事情, 艾里克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怪人, 女人用谎言把他耍得团团转, 而他却动了真感情, 最后输得一败涂地, 因为这段虚无缥缈的爱情, 他心里郁郁难平, 自己开车冲下了悬崖, 克莱尔震惊了, 他绝对没有想到艾里克斯会因为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, 他非常自责, 这样的结果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的, 在数日的悲伤之后, 他动笔写了一部小说, 为他们续写了一段不同的结局, 在他写的小说里, 克莱尔终究还是放不下艾里克斯, 他在火车站跟艾里克斯坐上了一辆公交车, 坐在了他对面, 假装和艾里克斯相认, 他介绍说自己是鲁多的前女友, 他们曾经见过, 艾里克斯想起来了, 不冷不热地硬着, 随后克莱尔说自己要为新出版的小说准备一版封面, 他知道艾里克斯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, 所以便邀请艾里克斯帮自己拍摄, 艾里克斯一口就答应下来, 到了拍摄那天, 克莱尔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, 在艾里克斯的指导下, 他摆出各种姿势, 他们也不断开始聊天, 每次艾里克斯面对他, 他都忍不住脸红心跳, 相处之下, 艾里克斯看向克莱尔的眼神也愈发动情, 他被克莱尔的魅力所折服了, 还是在现实世界中, 他们迅速开始了恋爱, 他们一起约会, 一起吃饭, 很是亲密, 艾里克斯给了他一直渴望的快乐与爱情, 之后, 艾里克斯还搬到了克莱尔家里, 两人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, 他们想要弥补逝去的时间, 艾里克斯还是最喜欢听克莱尔朗读, 他说自己最喜欢克莱尔的声音, 然而, 艾里克斯却始终没有发现, 克莱尔的声音, 和之前自己的网恋对象是多么像, 克莱尔心中难安, 生怕被看出什么端倪, 他知道艾里克斯, 还在想着那个虚构出来的克拉拉, 自己这样还能取代克拉拉在艾里克斯心中的地位吗? 毕竟他有着一张漂亮的脸, 还有年轻的资本,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, 他似乎只是艾里克斯用来弥补伤痛的一个工具, 他也无法打败一个虚拟出来的人物, 于是他拿出那部手机, 以克拉拉的身份给艾里克斯发去了一条短信, 说自己已经回来了, 要见他一面, 随后他和艾里克斯一起去吃饭, 果然,艾里克斯在看到手机之后脸色大变, 他谎称自己要回家穿件衣服, 然后匆匆离开, 回到家里他拨通了克拉拉的电话, 然而铃声却在屋内响起, 他顺着声音找到了克拉尔藏在书下的手机, 发现里面全是克拉拉之前与他的聊天记录, 随后他又打开电脑里的社交网络, 发现里面的账号正是克拉拉,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, 真相来得错不及防, 他赶忙回到咖啡厅看着克拉尔, 他蛮脸得不可置信, 一步一步向他走去, 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, 克拉尔一步步后退, 突然被一辆车撞倒, 四周一片慌乱, 这是克拉尔编撰的故事,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, 也许这件关系本来就不会有好结果, 他给了自己一个悲惨的结局, 然而后来, 克拉尔却突然得知, 艾里克斯没有去世, 事实是, 艾里克斯之前跟鲁多讲过克拉拉的事情, 还给他听了克拉拉的语音, 鲁多听出了那是克莱尔的声音, 他明白这是克莱尔给自己创造的类似游戏的东西, 他不忍心告诉艾里克斯真相, 就在艾里克斯和克拉拉失去联系之后, 克莱尔找到了他, 于是他谎称艾里克斯去世了, 已让克莱尔感到愧疚, 事实上, 艾里克斯不仅没有去世, 还已经当上了父亲, 他早就已经结婚了, 这场虚拟的爱情, 有真情, 有假意, 他们不断失去一些东西, 又不断得到一些东西, 凡事都不止一个结局, 克莱尔坚信这个道理, 他又继续开始写小说了, 他要为自己这场飘渺的爱情画上完美的句号, 最后, 他给艾里克斯打去了电话, 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通, 《你觉得我是谁》这部电影, 讲述了一个中年女人网恋的故事, 电影里面, 女主人到中年, 被丈夫背叛, 被男友抛弃, 她把那份压抑和苦闷表达得淋漓尽致, 她为自己编织的完美身份, 虽然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, 但也只是一时的, 何况她还伤害了别人,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, 这都注定是一场悲剧, 这就提醒我们, 网恋需谨慎, 交友需慎重,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有更改结局的机会。